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滨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129回 却说黄蛮儿赤手空拳 走到当中广场的空地 玄炎靖义已经得到消息说 这枯兽少年上山途中连杀十几人 都是被活生生的撕裂手脚 手段异常的生猛恐怖 玄炎靖义在老祖宗和父亲不在场的时候 便是徽山的旗帜 在高位上养尊处优 他最重脸面 就要给那世子殿下一个下马威 他冷声道 放箭 剑弦崩出一阵刺耳的嗡嗡声 剑矢如同飞黄 射向那不知死活的少年 一品出镜金刚 取自佛门说法 寓意 长寿佛身 如来身者 即是金刚不坏 坚固身躯 金刚法身 号称三界最盛之身 闲人吕洞玄曾作歪师 得传三清长生术 以正金刚不坏身 说此师歪呀 是因为混淆佛道两教 后辈却不敢轻视 世门道统都以此自我标靶 故而金刚境界在道教中又被视作小长生修为 以事与大长生的区别 这里头显然有道门的金贵嫌疑 绝大多数后天修就金刚境的武人呢 都是以体内精气借来不动如昆仑之力 刀斧加身而不亲 天象以下金刚只选两大一品境都是如此 吕冲刚说呀 当下金刚多如牛毛 实在是高看了如今的江湖了 尾时是世子殿下大树招风的缘故 寻常人一辈子别说看到金刚境高手出手炫技 便是离一品境只差一层窗户纸不能捅破的小宗师都不得见 剑矢在空中啊 抛出一道弧线直刺黄蛮尔 精于剑术的武者万工准度与力道都远超寻常的公足 玄元静意眯着眼睛静待那名少年躲避不及后 被射成一头刺猬 红彪生的一副武短身材 仅就相貌而言呢 十分的不及啊比起道谷先锋的首席客亲黄放佛差了十万八千里 但红彪胆大呀 心思却异常细腻 是典型的莽夫可绣花 看到剑语颇去 他忧心忡忡的说 先生听说赵老天师秘密收了名徒弟是北梁小王爷 武台根古十分不足 会不会就是眼前呲呲 如是同时惹怒了北梁王府宇龙虎山 会不会后患无穷啊 玄元静意轻声笑道 你猜他是北梁小王爷 可我不知道啊 再说了 既然是赵锡团的高徒 咱们都该有些金粮 否则真当姑牛大纲 是那山下的九四茶馆 说来便来 说去便去了 这轩辕静义与红彪 此时他同时一愣 飞黄气势汹汹 当空坠下 丝毫不见少年有气急流转的迹象 他不躲不闪 伸手拨去几根箭矢 来不及拨开的呀 任由其射在身上 但击射而至的羽箭 如撞在金石上尽数折断 竟是以卵击石的下场 几根算计到少年躲避方向的羽箭 射中地面都擦出一阵的火花 可见其弓手气力之大 这越发的衬托出场内景象的古怪 既不以气机壮大体魄 却又能让那些根箭矢折去 识货的徽山客亲们都面面相去呀 黄放福淡然道 好一个生儿金刚静 以前只听前辈们当夺夺怪事说起 始终不敢信仪为真 近日大开眼界 客亲边缘一名秋日摇善的美貌男子 虽说生了一双桃花眼 但怎么看都透着一股子邪气 善面正反会有十数名女子 写有姓名家族 以十几二十几字描绘其风流 竟是些个厌词汇语 这些女子都遭了她的魔爪了 美人扇一有十数把都被她小心的珍藏着 说是当作传家宝要交给后人 这位自诩诗话双绝的情场胜手 这些年呢 肆意花丛 若非前年毒害了一名郡守之女 彻底惹恼了官府 她才不会来灰山看人脸色行事过活 山上哪有山下那般快活自在啊 灰山山清水秀美人美这不假 可这呀 都是留给那灰山的嫡系独享的 他早就心生不满多有怨言 此人口碑恶劣至极 很难想象 这么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银贼 却能写出诸多 人生虚于一百年 且去酣畅骂万古的气概诗句 他见到那名据说是北梁世子的佩刀青年 相当不顺言 他生平啊 最恨两种人 一种呢 是丑陋的女子 那会污了他的眼睛 一种啊 是比自己英俊的男子 前者他可以不去看 后者却多半要被他折腾成残妃才肯罢休 场中少年武力惊人 但他掂量了一下 看那小家伙的表情啊 痴呆木讷 觉得只是个会使蛮力的 他对这些倒是半点的不惧 要做采花贼 跑路是最紧要的本领 所以他的轻功 在高手如云的灰山上都可以排在前头 他觉得在灰山实在是呆的乏味腻味 一些个出彩的旗帜女子又被瓜分殆尽了 只能看不能吃 这太挠心肝了 灰山藏龙卧虎 雷池作作 在这翻墙采花与寻死无遗啊 还不如啊 下山去眼不见为敬了 两年过去差不多也避过风头 是时候重出江湖 那些个只知暗头媚药 遭进女子的后背 实在是给他这位采花胜手啊 是丢人现眼 花啊可不是这么摘的 采花的最高境界 是摘下后享用一番摘重回花盆 可以更加娇艳 而不是呢 鲁莽折断此后再无生气 既然要下山 但这两年在姑牛大纲上 好吃好喝 总得还一个人情呢 今日状况棘手 他料定了 灰山有许多客卿心底里 忌惮北梁王的名号 不敢出手 可他不一样 下了山后 管你是天王老子 还是异性藩王 我龙宇轩 何处潇洒不得呀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王版圈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却说黄蛮儿回头看了脸徐凤年 得到眼神允许后 开始撒鸭子狂奔 不许再用霸王卸甲这般拼命的招式了啊 打不过咱就跑啊 丢人没关系 留的青山在不怕没宅烧 迟早能找回厂子 世子殿下转头对身边的青鸟打去道 说着说着就有些遗憾 可惜温华这小子没在场啊 要不然这种热闹场面 他打架也许不行 可骂架功夫绝对是登峰造极 能把人骂得蹊跷生烟 祖宗十八代一代一代骂下来 都不再重复半个字 这独门绝学十八骂 也算是与村妇们学了不少嘴皮子绝技的徐凤年 都要自叹不如 不甘拜下风都不行 当年碰上误以为叫轩辕清凤的轩辕清凤 本来无非就是俩浪荡子 不肯与一位大家闺秀让路的屁的事情 打不过人家呀 也就是忍气吞声一场 但温华这王八蛋 那张嘴实在是厉害的无法无天了 又喊狗叫爹 喊他当娘 又胡说八道 说他什么叶毛 又胡臭 又可以熏文中的 哎 更要做当众脱裤子露出两个屁股带的下流动作 那轩辕清风就算是菩萨好脾气 也要怒气揍人 这趟上灰山 没有吵架功夫堪比陆地神仙的温华陪伴 有些遗憾 青鸟持枪掠出 身形不比黄蛮而来的让人惊讶 先是吃傻少年 再是秀气女子 这北梁世子除了那老剑神李春刚 可就再没有拿得出手的高人了吗 龙宇轩遵循规矩 向轩辕敬意请战 几乎同时 一名拳法刚猛的客亲也出列 龙宇轩见到那轻衣女币持枪而来 轩辕敬意不用他多说 就示意龙宇轩呢 去对付那名貌貌失失的女子 少年交由另一名客亲亲拿 大局已定了 轩辕敬意勉强算是猜中了结果 可是啊 却是自己这边被大局已定了 拳法著称于世的客亲 不知是否心存轻视 才一个照面就被那名少年呢 硬堂当凶的双拳 这少年身体不动 只是双脚伸陷入瞬间碎裂的地板 然后一拳就把这客亲的脑袋给削了去 说笑并不准确 是整颗头颅啊 被少年砸离了身体 确切的说呀 是一拳把脑袋打飞了 这场面可血腥声冷到极点 哈哈大笑着飘向轻衣女子的龙宇轩 正要调笑几句 眼角瞥见这一幕 吓得把话都咽回去了 果然一枪骤然轮下地面上 割出一条 于是递增之下 长达两丈的裂痕 索性他侧疑的迅速啊 否则就这一枪之下 不得被人刀切吸过一般吗 那女子让整座灰山都知道了 什么叫做枪法刚烈 如油蛇扎雷 龙宇轩的轻功无疑是极好 可那杆红枪游走 如影随形 每一枪只要触及地面都会碎尸无数 便是扫在空中一样是烈烈作响 见多识广的黄放佛 再见到生而金刚进的少年后 再度被震撼 嘖嘖道 倾心黄秀的刹那终于现世了 可这也就罢了 这名年轻女子如何使得如此霸道 徐凤年一直拿眼神 撇着羊皮球老头 此时不趁众人惊恶时出手 拿下贼手悬缘敬意 可就是挥霍大好时机了呀 这李纯刚啊 他则是白着眼说 心疼那闺女啊 老夫就不明白 你小子明明在意他在意得紧 怎就不吃了他 啊 对女子而言 这种在意才最实在 徐凤年恼羞成怒 你甭废话啊 不是前辈你倒是出手啊 老剑神抬了抬下巴 没好劲的说 再等等 你啊 瞧瞧那边 徐凤年顺着方向望去 看到轩辕清风缓缓醒来 他对轩辕敬意朗声道 我父亲邀请世子殿下 前往姑牛大纲观景 已经得了老祖宗的许可 死话一出是议论纷纷 轩辕敬意皱眉道 清风不许胡闹 显然呢 他对这个侄女所言呢 视作是假传圣旨 轩辕清风平淡道 如果叔叔不信 可以亲自去姑牛大纲 询问老祖宗 轩辕敬意眯眼微笑 这倒不必 不过世子殿下有意要义武会友 那便等打完了再说 他转头对刺习客亲说道 红兄 你与那后辈切磋切磋 由你亲自出阵 如此才可显示灰山的待客之心 成吗 红彪面无表情 准备出手 轩辕敬意则用眼角余光 打量着这侄女的细微神情变化 他对轩辕清风并无好感 身为女子 却想要从自己这个亲叔叔手里边夺权 真真正正的是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啊 轩辕敬意等到他出生 断定那已是呼气多过稀气的袁庭山 已被侄女当作弃子了 转而 绑上了这北梁世子的大腿 希望借以外力来抗衡老祖宗所在的姑牛大纲府邸 可这位声名狼藏的世子殿下有这个本事去叫板老祖宗 不过轩辕敬意啊 理解自己这个小侄女的心情 毕竟一入姑牛大纲再出来 对任何女子而言 那都是两个世界了 轩辕清风本身就心神激荡 一心一意破罐子破摔 自然不会在意 轩辕敬意 一错再错的猜错 却说呢 掌房大宗的后院 面容清冷的少妇静静望着火候建筑的酒炉 酒名当归 假以灰山老茶雨前茶叶 以及每逢中秋摘下的柜子 该酒色泽金黄透明 又微带清碧 酒香兼有茶香与桂香 入口微苦 细细品尝 却绵腆尝酒 余味无酒 此酒气和苦尽甘来之意 在灰山上却不流行 灰山又名姚昭山 古书山海经在雄山志里记载 姚昭之山多桂树 可轩辕世家 占据这座洞天福地后啊 独享清福数百年 约莫是福不长久 气韵呢 逐渐的减少 连带着老桂树都一颗颗死去 去年甚至连那颗性命比龙虎山 一千六百年天师府 还有长久的两千年老桂树 被取名唐桂的仅剩一颗的桂树 都凋零了 故而这当归桂子酒 除去去年摘下桂子酿酒的几坛子酒啊 便冲成了绝响了 灰山都知晓 敌掌房 轩辕竟成是个荒唐人 嗜好以圣贤书下当归咎 老一辈更记得每年轩辕清风生日 这名曾痴心妄想要下山考取功名 死活不愿习武的读书人 都会啊 带着年幼的女儿去唐桂那边 刻一下身高 只是十五岁以后啊 早熟世故的轩辕清风 便将这档子事当作耻辱 不愿再做 与父亲呢 也愈行愈远 这些年 唯有黄放佛等屈指可数的 几个与那书生啊 还算谈得来的客亲 才有口福 喝上一壶色泽成琥珀的桂子苦酒 轩辕竟成 喝酒喜欢的苦味 不负怪人的印象 轩辕竟成 每年酿当归酒三坛 两坛呢 都让人送来庭院 自己啊 止于一坛 所以他从来都是啊 喝不够酒 而这儿呢 却是从来不喝 任由年年两坛的酒啊 搁置闲置 年复一年 酒坛子越来越多 酒香也就越发醇厚 这妇人 终于起风一坛酒 搬来一套 陈丰多年的酒具 酒具呀 是那男人自制而成 反正除了习武 那人仿佛 没有不擅长的事情 独坐的他 盛了一杯酒 放在桌上 好似对于喝不喝酒 犹豫不决 他没来由的 开始恼恨自己 伸手猛的 拍掉那酒杯 半晌后 他起身 去拿回酒杯 才发现 这杯底刻有两行小字 字迹轻易出尘 人生半苦无防 良人当归极好 大雪平之上 黑云压顶 山雨欲来 想要撼动那昆仑 轩辕大盘听到 孙子轩辕进城的言语之后 仰头豪放大笑 丝毫不介意 对敌在即 这并非是轩辕大盘自负 扳手指头算上一算 这位老人曾经教阵过的对手 以及 集冠时挑战的家族老祖 让其重伤不治 而李之年呢 迎战枪先王秀 烧训半轴 四十岁 单枪匹马入吴家剑种 逼迫那一代剑冠 使出飞剑术 虽败犹荣 剑种一战 十年误剑 自信剑术可以媲美 那一辈江湖顶峰的剑神李纯刚 与吴家剑种再战 再败 继而练其刀术 与年轻的顾剑堂一战又输 更别提期间呢 轩辕大盘 还与仙人齐玄珍比试过内力 落败是自然 可 若他修为平平 一生都呆在斩魔台上悟道的齐玄珍 岂会出手啊 轩辕大盘看似与人比武 四次都输 故而被嘲讽为轩辕不胜 可是咱不说五百年唯一 即可并肩吕祖的齐玄珍 以及那时候世俗天下无敌的李纯刚 便是当时最不起眼的顾剑堂 如今也是刀法超凡入胜 自称第二 无人敢称第一 如此一来啊 又有几个人敢小觑这位轩辕世家的老祖宗 世人喜好一味的高股贬金 轩辕大盘活了近百年 他与境界江河日下最终一决不振的李纯刚不同 大体而言呢 他一直是稳步上升 世人预测天下竟早在轩辕大盘 仗朝之年就已到达 这些年 潜心双修 致力于将如是道三教 荣于易卢 以轩辕大盘的老儿迷奸 未必无望陆地神仙境界 龙虎山在齐玄珍飞升登仙后 再无此境大真人 当年之仇 一旦被轩辕大盘成就大长生 算是一并奉还给道教阻听 到时候顾剑堂即便刀法超绝 又怎是一位陆地神仙的对手 耳目灵通人士对于李纯刚的登山 不乏恶意揣测 不必老头想要借轩辕大盘立威 而且大多不看好境界大跌的李纯刚 江湖上好事之徒 专门为此还给出了赌注 压住李纯刚与各位一品高手的胜负 无一例外赔率极高 说明对李纯刚是何等不保希望 至于与王先知以及新建神邓太阿的赔率 大底啊是下注五千两压李纯刚胜出 就能让庄家倾家荡产的地步了 江湖健忘而薄情 便如那文人相倾 自古皆然 玄园大盘十年闭关 明显境界大涨 双鬓由双白转为清黑 即是证明 已经反普归真了 是正德长生真人的玄妙兆头 齐玄珍在龙虎山斩魔时 古西之年却是容貌俊逸如弱贯男子 这玄园大盘呢 他也不急着出手 等了二十年 终于等到这一天 往往年纪大了 耐心也就越来越好 玄园大盘望着远处一记 骑手式不沾烟火器的嫡长孙 眼中不带任何感情 对他而言 血缘关系可重可轻 听话乖巧 并且有望成龙的那便栽培 若是根骨平庸的废物 便是亲子亲孙 不如心意 也要被他随意的舍弃 玄园大盘 何曾是那种喜欢 年仪弄孙的慈祥长辈啊 天伦之落 比起自身的长生不朽 不值一提 眼前这个曾经让他寄予厚望的长孙 他魄力 多给了他一次机会 第一次啊 试试玄园境成成人礼时 问他是否愿意习武 可惜这顽固孩子执意要学呢 支张成寻平 治国平天下 这也就罢了 玄园大盘 尾时是惊艳于这孙子的天赋 哪怕一辈子都是一块未经雕琢的仆玉 就当搁在家里边蒙尘也好 后来玄园境成啊 遇到了那名落难女子 回山祈求家族出手相救 玄园大盘 于是再给了他一次机会 可这个将一身才华抱点天物的孙子 竟然再度拒绝 玄园大盘 雷听大怒 不再将其视作敌长尊 转而培养天赋较差 但胜在是野心勃勃的 玄园境宣 后来那女子竟主动要求 双修防中术 玄园大盘 不过是顺水推舟 他既然决意抛弃 玄园境成 一个风韵年轻的孙媳妇 吃了便吃了 适合做顶炉的女子 本就是多多益善 听众朋友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 风火气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更多内容 请登陆喜马拉雅电台 或添加大斌小说 微信公众平台 dbxt981 雪中汗刀行 今天为您播讲到这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